大家好,中秋佳节来了,祝大家节日快乐。 有人问日本也过中秋节吗? 今天就一边赏月一边聊聊这个问题吧。 中秋节在中国是仅次于春节的大节日,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, 其实没有什么过中秋节的气息。 虽然在杨历8月15日, 优越见这个赏月活动, 但并不是官方的法定节假日。 所以,日本人过中秋节的仪式是很淡的, 而且也没有吃月饼的习俗。 但是日本是有月饼出售的, 而且一年四季都有月饼作为何时甜点出售, 所以月饼在日本不是中秋节才吃的。 而日本的中秋节只有吃团子的习俗, 所以日本诗书中有一篇文章叫《新元乐记》里面, 有记载日本人从中国唐朝带回了团子之类的食物。 现在仍然叫做唐团子, 或者叫月剑团子, 这种中秋节吃团子的习俗, 一直保留到了现在。 所以日本现在的中秋节没有月饼, 可能是因为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最盛期的唐代, 那个时候月饼这种食品还没有出现, 当时只有白面团子。 所以, 也就没有形成类似中国那样的吃月饼的文化。 总之, 日本的中秋节与中国不同, 是一个非常安静的节日, 或者说, 不算个正式的节日。 日本民众摆上贡品祭祀月神, 祈祷丰收与家宅安宁,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 是保留了中秋节最古老的传统吧。 好了, 今天就聊到这里, 说得不对的请不吝嗣叫。 有补充的请在下方留言, 谢谢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 再见。 再见。